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然后就开始让我去做公关工作谈业务 因为小学之后我就真正就体会到自己的价值了 那你的价值就来源于这张脸吗 只跟脸有关系 那就说整了都可以获得一份好工作 无论是谁 但是至少我不整 我连这样的机会都没有 那所以我只能说是因为这张脸给你带来了自信 这种自信让你发挥了自己的钱呢 这不像以前那么自卑了 那你跟这个客户到底现在是长久性的经常在一起 还是什么 久的时候他出差过来的时候会在一起 但是我 纯粹我们只是客户接好朋友 他为什么就偏偏说你跟你的客户接吻呢 我总觉得如果是我 你和你的客户绝对没有那么简单 那么清白 所以到底你们之间发生了什么 只有你心里边最清楚 而且我觉得你认为只有这么一件事情 我认为远远不止这一件事情 那这个客户是不是也是喜欢你的其中一个呢 客户喜欢他是肯定的 老板是利用你这个美貌来做公关 就是为了让客户喜欢你的 先吸引客户然后再去谈业务的 人得到一样一定会失去另一样 原来你没有容貌的时候 可能你会拥有一份温暖 现在你有容貌了 你得到了很多很多 可是另外一样东西 我觉得很可能就彻底失去了 我觉得你今天胜算不大 其实我倒是挺支持他的 我觉得如果你好好回来跟他去认错的话 我觉得你们应该还是相爱的 我是支持他这么做 不过今天他重点的是检讨他自己 其实你现在不仅仅在做事业 你更重要的是你在享受别人对你的关注 尤其是男性对你的关注 你要很诚恳的去为你自己过去做那些事情 检讨一下 给你男朋友一个很明确的说法 容貌是一把尺子 对外可以量出别人的量知冷暖 对内可以量出自己的内在 做公关做到与自己的客户保持那样的关系 我认为是根本不专业的公关 所以我就想跟电视机前那些想要从事公关的女孩子们 不要认为公关就一定是喝酒 公关处理所谓的公共关系 它其实是一个大学问 它是要用脑子 对吧 你今天到这来主要目的是来诉苦 道歉 还是别的什么 她是一个代价 我以前那么丑 她是唯一一个真心对待我 第一个追求过我的人 你看还是有人不以毛取人的嘛 所以说我才特别在乎她 我不想失去她 因长相自卑的小倩 自从整容后变得充满自信 工作努力积极 小倩也因此得到公司的重用 在一次洽谈业务的公关活动中 小倩再次与客户喝酒 宿醉街头 男友刘琪在去接小倩的过程中 却看到了自己的女友与客户亲近的一幕 而小倩声称 因为头发遮挡 男友看见的纯属误会 在多次商谈无果后 小倩带着客户来到现场 希望澄清事实 并与刘琪重修旧好 那么事实的真相到底是什么 已经与小倩断绝联系的刘琪 是否会来到现场 接受她的告白呢 一个根本不在乎你外貌的男朋友 在明知道自己不同意你去整容 但为了你高兴 为了让你实现自己的价值 她没有介意 她甚至在你整容之前 甚至都想了 如果这姑娘变漂亮了 我做一代价 我的现在的经济条件水平 她还能不能跟我再一起 甚至她也没有反对 你在整了容之后 你去做公关工作 甚至在前一段时间 你因为公关工作 而长期夜不归家的时候 她也没有跟你吵 跟你闹 直至到了那一天 她发现了这一项 所以她才做出了自己的选择 所以说你说 这个男人内心得有多强大 要有多痛苦 才能做出这样的事情 你理解吗 那接下来咱们开门 来 站到开启告白 是们的那你先旁边 先问你几个问题 如果你的男朋友 今天就是不来了 在生活当中也是 死而不见 你怎么办 不会的 他肯定会来的 如果他不来呢 他已经忍无可忍 忍到最后 他做出决定要离开你 你怎么做 我还会通过其他方法 找到他 我一定要方便地告诉他 如果他来了之后 他向你提出要求 不要做公关了 你可不可以答应 我答应 你可以答应 来 让我们一起倒数五个数 五 四 三 二 一 请恩借 正好 我想问一下 你知道今天来干什么的 我知道 你为什么刚才 从他身边走过 你像一阵清风一样 都不在搭理他 我觉得我跟他 没有必要继续下去了 我之前也 也有跟他说过 可是他没有给我机会 他自从整容以后 就改变了太多 现在我都快不认识他了 特别是那个男人出现以后 现在我只要一闭眼 满脑子都是 都是那个男人 跟他抱在一起的画面 我没有 当时真的只是和他 你怎么没有 你现在还在脚面 你装什么装 我没装 我告诉你 我当时看得很清楚了 我也只在乎你 你在乎我 你在乎我会做那种事吗 你都跟他抱在一起了 都亲在一起了 真的没有 你还说没有 你别在脚边了好不好 我告诉你 就算你整整一百遍容 我都不会看错 这样的情况多吗 还是只有那一次 那一次我也是 我是听到我同事说 所以我看到他跟一个男的 在酒吧里面喝酒 他好像喝多了 然后我不放心 我就过去了 过去以后 我刚开车到酒吧门口停上 就看到他跟那个男的抱在一起 我当时很生气 我冲上去就把那个男的打了一顿 我关键是我关心 你把他打了一顿之后 那个男的什么反应 他是跟你对峙的说 我就是爱他 我就是习惯他 还是跟你解释 我们俩真的没什么 他没有解释 没有解释 没有解释 那男的可能也喝多了 你打完之后 你就走了 他们俩还在一块 我打完以后 我就带上他走了 我就把他拉走了 说实在的 你是不太在乎他的容貌的 自从我认识他开始 我就感觉 他是一个非常善良 非常可爱的女孩子 而且他有自己的梦想 他一直都在 为着他自己的梦想 去努力 去奋斗 我当时在懒过的时候 他也会过来安慰我 我就感觉 他就是我要 一直在寻找的那个女孩 那整完之后 刚刚出来拆掉纱布 面对镜子的时候 你内心看到他新的样子 是有陌生感 喜悦感 还是别的感觉 我当时的确会 也会开心 也会感觉很陌生 因为他整容以后 整个人都变了 怎么变了 自从整容以后 他就慢慢地开始忙起来 这个我也能理解 但是你用不着 每天都喝了那么醉吧 而且有时候还 还夜不归宿 都证明自己 我没有夜不归宿 我知道你证明 但是你没有必要 你没有必要这样去盲目 伤害自己吧 喝那么多 晚上回来又那么吐 但那你今天来是敢 我今天来就是想跟他说清楚 我希望他不要再纠缠我 我们分手吧 他真的只是我的客户 你客户你就可以这样抱在一起 客户就可以这样揉揉抱抱 轻轻握握的 那客户今天来了 在第二现场 我们来看看他们之前到底是什么样的 现在客户是因为他总不相信我 我就让他过来了 我就不相信你 你知道我怎么相信你 那我们看看吧 我们聊一下吧 好吧 我们共同面对吧 行吧 来把第二现场展开 来 回头 你好 小倩的好朋友 对 你今天来是什么目的 小倩很大爱求我 说想挽回他的老朋友 我就想帮他请亲 我们两个真真实实的 没做过任何事情 你没做过任何事情 你不来现场 你为什么到那里 你为什么躲在后边 你来到这里了 我就不来 我就有话就在这里说 你来啊 你过来啊 我有理我不怕说 我要在这里跟你说 没有什么理 你明知道他有男朋友 你还抱着他 还亲他干什么 我就是那 那天是小倩喝多了 我不应该去照顾他吗 他喝多了 我只是服了他一下 你就跑上来把我给打了 你那叫服吗 你们抱在一起 又亲在一起了 这样服吗 他那天就喝多了 幸好我那天去了 如果我没去 我不知道你们 还会发生什么事情 就喝多了 我可以跟你说 他却是是喝多了 你们经常在一起喝酒吗 也不算经常吧 因为之前他们公司跟我了 所以我跟他的关系 只为知道我们就是同事 黄先生我问你两个问题 第一 如果你是小倩的男朋友 你看见他喝醉了 和另外一个男人抱在一起 你会误会吗 我想应该我也会 好 第二 既然是你有理 为什么不来到现场 而且你也没戴墨镜 你离我们的现场 只有一步之遥 因为上次 他打了你 对 你是怕挨打呢 还是怕别的什么 我主要是不想 在现场发生一些 不必要的矛盾 那如果我能保证你的安全呢 你来吗 不去 你刚才说 如果小倩没有男朋友 你一定会追她是吧 对 你现在就有个好机会 你等一下 你刚才说是来分手的吧 没错 分手 真分是吧 我现在无法容忍她来改变 真分 分 你有机会了 哥们 他还要分手 你来现场吗